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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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Session主要是在講 Real-Time Automatic Accommodement Improvement Implication 那相信就是看這裡面的人數來說呢 可能是大家都看不懂這個題目 就是那我稍微簡單翻譯一下 它其實就在講的是即時伴奏 就是如何用AI去做即時伴奏 所以如果你有好朋友喜歡玩音樂 然後他可能怕他錯過這個Session的話 你可以把他call回來這件這樣子 OK 那講者呢是范思願 那基本上就是之前有在Python的一些community遇到他 然後就發現就是他有在做即時伴奏 我覺得還蠻酷的 然後就是用一些新的AI的一些generative model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今天也會有一些demo 那我就簡單介紹到這裡 然後我就把時間交換給講者 那他今天會從很entry level開始來介紹這個題目 那相信大家聽完之後應該會對音樂的一些即時伴奏 以及是真的即時喔 就是你吹一段樂器 然後他就會即時的想出來要怎麼幫你伴奏這樣子 那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范思願帶來這個分享 謝謝主持人幫我介紹 那我就是范思樂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在今年的Pycon來分享我的一個project 那這project就如剛剛主持人說是在做 主要是因為就是用Python去實作一個音樂即時自動伴奏的系統 那今天是用entry level來講 所以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比較偏系統面的 就是說我們系統大概用哪些Python package 去兜出這個系統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說 如何去解決自動伴奏這個議題 那在自動伴奏上 這個議題我們嘗試了哪些方法 然後在嘗試方法中間遇到什麼問題 所以會看到比較偏研究的部分 所以會有這兩部分 那希望大家可以聽完之後 會有一個對自動伴奏系統 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主題 先看一下什麼是自動伴奏系統 假設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這個automatic accompaniment system 已經拿到了 那這個系統呢 我們會有兩個input 那首先第一個input就是 我會給你一個樂譜 因為你要幫別人伴奏 這邊是做伴奏 不是做樂譜的深層 所以就像你跟別人去搭配的時候 你伴奏者也會拿到一個樂譜 跟詛咒者去搭配 所以有點像這個意思 所以第一個input就會是 我們要給他一個樂譜 有完整的樂譜 有詛咒也有伴奏的樂譜 那這邊就是叫shit music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說 你現在有個詛咒者 他要去演奏這個音樂片段 那他就會去做讀譜 那讀譜完 他讀譜只讀他主旋律的地方 那接下來他會去演奏他的主旋律的片段 那就會產生一個演奏的訊號 所以這個訊號就是這個系統的第二個輸入 就是performer signal 所以有這兩個資訊之後呢 經過這個系統 它呈現的效果其實就會像是 就是你一個人雖然只有獨咒 可是會有一個像樂團的效果 但只不過那個樂團是由電腦來幫你做的 好 那那個只是一個概率的講法 那直接看這個系統的結果 效果是怎麼樣 所以直接來就是有一個影片 那等一下demo會有分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請詛咒者 他是吹saxphone 那我們會請他說 他吹的是那個baha的句弦之歌 前面的一個片段 然後請他吹的時候 就是照我們定好的速度來去吹奏 然後我們可以聽一下伴奏的部分 他的聲音跟他搭配的感覺 這樣就很舒服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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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後面有讓詛咒者聽一下 只是說的確是機器去聽著人來去伴奏的 剛剛是用大劍琴的聲音來去做搭配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們就請詛咒者比較隨興一點 但是吹奏一樣的旋律 去測試一下我們這個模型它搭配的效果 如果還解決一隻又可以 比較隨興一点 音樂 好 那可以看到就是 詛咒者他就是忽快忽慢嘛 甚至停下來 那即使有些音粹比較長 已經超出了整個樂曲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在電腦伴奏的地方 看來似乎還是可以跟上這樣 好 那這邊就是要demo他整個概念 就是這個樣子 那關於自動伴奏這個議題 其實是很早就被發起了 他在1984年就被提出來 那就是一個CMU的教授 Roger Denenberg 他會吹小號 所以他自己有時候 可以上網看他影片 他自己是 也有做這種系統 那這種系統 他就用小話來去跟他搭配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已經在35年前 就已經被提出了 那我自己覺得 還是蠻有趣的 好 那這是大概整個問題的背景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我們的輸入 就比較偏系統的地方 那第一部分就是我這邊是用樂譜 那樂譜是用什麼來去表示呢 這邊就是用MIDI的檔案來去代表這個樂譜 那它的檔案格式大概就長這樣 比如左上角是那個實際的樂譜 那它是一個二分音符點 然後中間有休止符 然後在右邊再一個八分音符 那下面呢 就是MIDI可以看到的Event 那可以看到前面三個MIDI Event 分別是NodeOn 然後DeltaTime 跟 再來也是一個NodeOn 那這三塊就可以構成前面的二分附點 然後在中間有一塊DeltaTime 那個就是休止符 然後最後四個MIDI Event呢 就會構成最後的八分音符 那這件事情呢 劃成上面的時間軸 那在MIDI的世界裡面 它的時間是用Tix 那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第一個是B3 這是音名 然後它的長度 維持了1439個Tix 然後休息了721Tix 然後再來就是G3這個音名 維持了240個Tix 那可以注意到它的比例大概就是6比3比1 它的時間長度 那其實就是那個樂譜上面 這些音符長度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用MIDI 來去代表一個樂譜 那關於那個MIDI的音高 這邊我也提一些背景知識 就是其實它是有個表可以去查 就是我們在MIDI的音高上都是用數字 它是從0到127個數字 那它就變成對應到有一個音名 然後也會對應到一個頻率 所以像比如說MIDI Pitch是69 那它對應到的音高就是拉 那第四個8度的拉 然後它的頻率是440 那有這個資訊之後呢 我們怎麼去做頻率跟MIDI Pitch之間的轉換 那就是下面這個式子 那Frequency就會是等於2的MIDI Pitch-69的次方 然後乘以440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依據 第69就是A4這個音呢 作為基底 然後去推算其他MIDI Pitch的Frequency 那它主要其實這個式子 主要是基於那個12平均率 就是一個閱率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 因為一個8度之間 它們頻率會差兩倍 然後我們在中間開根號12次 所以我們最後就變成這個式子 所以我只要講說 它們之間轉換關係是這樣 那我們用MIDI來去代表一個樂譜 這件事情其實並不是這麼完善 但是就是可用 因為它們兩個其實並不完全是相等的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實際的樂譜是左上角的 然後你經過一個轉換你可以去轉檔 那你可能轉出來變成一個MIDI File 但如果你用一個MIDI File去做反轉 轉成樂譜的話 它形式可能會不一樣 比如說像上面的樂譜 紅色的框原本有一個裝飾音 然後後來到下面之後 它就被平均掉了 那在那個藍色的框也是 有個裝飾音 到下方轉回來之後呢 它也被平均掉了 所以這個資訊 它可能在轉換之間就會遺失 所以我要講說 這兩件事情不完全是相等 所以如果再處理的話 可能可以注意一下 那剛剛是第一部分 第一種input 就是跟樂譜相關的MIDI 那第二部分就是 使用者即時的訊號 那訊號相對就是比較單純 它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 假設上面有一個 類別訊號 那它下面就是 橫走就是時間 那我們經過電腦之後 可以做取樣 就變成數位化 那取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要定 除了定sampling rate 還有它的取樣的quantization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取樣完之後 它橫走其實就變成一個 sample的點 就你是第幾個點這樣子 所以它會從連續變成離散 那經過離散這個資料呢 我們就可以 就拿來做處理 所以這是 這是這兩個input的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就是這兩個input進來的時候 我們系統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系統呢 主要分成四個模組 那分別都是處理不同的資料 那第一個像 我有一個叫MIDI Module 左上角 它就是專門處理剛剛的input MIDI 然後Data Module的話就是做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 模型的參數的推測 那就是要處理一些資料 那這資料我等一下再分享說 是哪些資料 那第三部分就是 Synthesis Module 它是做聲音合成 也就是剛剛在伴奏的時候你會聽到 我一下可以用大劍琴 然後後來又用尼龍吉他的聲音發出來 那倒是把MIDI的訊號 把它轉成一個聲音的訊號 那這邊就要透過合成 然後右上方的Performance Module 就是再去聽 它必須要去收聽 使用那個詛咒者的訊號 然後可能要做一些feature extraction 然後之後要去有一個模型 說我們要去怎麼去判斷 現在要去怎麼做 我伴奏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它會做比較多事情 那大概就是這四個模組構成 那首先先來講MIDI這個模組 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那在這個模組下呢 我用了兩個Python Package 一個是Music 21 那這主要是處理 比較底層的資料 就像剛剛看到的 是Event Level的資料 它比如是NodeOn DeltaTime 或是NodeOff 之類的這種MIDI Event 然後另一個我用PrettyMIDI 它去處理比較高階的資料 比如說就是我已經拿到這些資料之後 它已經是一個音符的概念 所以是一個Node 那這個Node下面我再去處理 那我分享一下我大概做了什麼事情 首先因為我要先知道哪些是詛咒者 哪些是伴奏的樂譜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兩個地方分開 那所以就是Memility Track 可以跟Accompetiment Track 那下面就是我們用Music 21的這個套件來去看 其實就是把你的MIDI讀進來之後 它自然就有一個Track的這個attribute 那我們就可以在它做Index裡的時候 取出它的Track 比如說0 以這個例子0就是一個Memility Track 那1就是伴奏的樂譜 但是伴奏其實可以很多軌 所以你可以1以上 或是你可以去做選擇 那這邊指一個Demo說 你可以透過這方式去存續到正確的Track 你可以把它設定為哪些是詛咒 哪些是伴奏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個主作者跟伴奏者 要去搭配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速度怎麼決定呢 通常會是先說好 就是這個曲子可能是100BPM 或是60BPM 那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使用者可以決定的 那所以這部分呢 因為如果你一個MIDI的file在沒有處理之前 它可能預設都是120BPM 但是如果你現在說我要設定是60BPM 100BPM 那這件事情就必須要做調整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在調整說 我把我樂譜的這個MIDI 調整成正確的使用者的BPM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透過Music21的這個package 那其中比較特別是說 它的要特別設定的就是在那個setTempo那邊 這個event 我們去更改它的數值 數值就是透過下面那個MIDI的.putNumber 這個function 那前面是你的value 然後後面就是你的你有幾個byte 那這個value可以提一下 有一個61的六次方去除掉tempo 那這邊是61的六次方是說 一分鐘有多少minisecond 那這邊是特別就是做一個轉換 才有辦法轉到正確的值 才有符合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輸入80 它這個樂譜才會變成80 這個速度的樣子 那第三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樂譜其實是這樣一直進行的嘛 那我會希望把它做bucketization 就是把它做 因為樂譜可能說這個音從第0秒到第2秒 那我想知道它裡面切成幾份 就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以這邊來說 紅色的框內呢 這兩個二分音符 一個抖一個咪 那我們想把這個抖 比如說是藍色的部分 就0到1.99秒 然後第二個咪呢是2.0到3.99秒 那因為這兩個都是二分音符 那它們都各持續了2秒鐘 那我現在把它做切分 那以變之後的模型來使用 所以像比如說C3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0123 然後E4呢就會變成4567 這樣的index 那其實做法呢也是很容易 只是這邊是用prettyMiddy來去做 那prettyMiddy 我們就可以直接達到這個月 每一個音符它的起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所以看到第二行 就E4等於prettyMiddy.note 然後它就有個起始時間是2秒 那結束時間是3.99 那為什麼不是4呢 是因為在MiddyEvent下面 其實會有留一個ticks給它做結束 因為你在音樂上的時間都滿及時 你不能做delay 所以寧可缺這一點東西 所以原因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才沒有辦法補到4秒鐘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下面只要去做起始跟結束的轉換 你就可以轉到正確的index 那在這邊轉換的時候 有一個SR 就是sampling Rate 就是說你在1秒鐘要取航幾次 所以以413來說 我們有持續的2秒鐘 對 那你乘以2就是要取航4次嘛 所以最後你看就會變成0123這樣子 然後E4呢就會變4567 好 那這個就是在做 把一個info呢 把它做bucketization 好 那是大概Midi會做的 Midi module會做的一些事情 那第二個來看就是Data module 那Data module其實就是要做 模型的Parameter的預測嘛 的評估 那預估 那我們有透過某一個資料集 然後把它產生一個 某一個info跟它的訊號 對應的一個generator 那這邊直接聽一下它的結果 就是一個對應的關係 好 這邊說就是 其實你每個音它都有一個音高嘛 那就是一個label 然後後面有它的就是剛剛的一個array 就是它的digital的signal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兩個對應關係 做你比如說這樣的對應關係的資料 其實對後續模型的訓練 就是很有幫助 那我們用的資料集其實都是公開的 那有一個就是叫MusicNet 那這個有330首是免費的 沒有license的古典音樂的錄音 那它標記有一百多萬個標記 所以我覺得是還不錯的一個資料集 那還有另一個是Baha史的V1.1 它就是十個Baha的四聲部的樂曲 那剛剛的saxophone的音樂其實就是來自 Baha史下面的某個片段 那第三個模組就是有關合成的模組 那這邊合成我這邊用到的是 Py FluidSys 但它其實只是一個 FluidSys的這個合成器 把Python把它去包裝的一個package而已 所以它後面其實還是去呼叫那個FluidSys的東西 那這邊有一個sample code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import這個FluidSys 然後你可以產生一個FluidSys object 那比較重要會是下面就是你可以看到 fs.nodeon nodeoff 這其實就是剛好對應到剛剛說的Midi event 你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像比如說第一個 nodeon 那你要在第哪個channel 第0個channel 然後你要發什麼音 就是剛剛的mini pitch就是60 然後它後面是它的大小聲也是60 然後下一個就是在channel0 然後它的pitch是67 然後大小聲也是60 所以就是一個抖收的一個和聲會出來 持續下面一秒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灌掉這樣子 這是一個它簡單的一個概念 不好意思 上面有忘記import time 所以這個可能會有問題 好 那再來就是講performance module 這個就是做比較多事情的 module 那首先因為我們要去做收音 就是它進來之後你要透過一個模組去收音 那這邊是用sound device這個package 然後我們利用它的non-blocking mode 就是你只要一直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再做即時的處理 那non-blocking mode的話下面就是利用它的input string 然後你可以設定說我要從我進來的資料 需要有幾個channel 因為你可能是雙聲道或單聲道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就是單聲道 然後你callback可以設定一個callback function 它就會在一定的時間內一直去call你的callback function 然後block size是說你現在 因為你在吹奏的時候其實都是一個連續的嘛 但是其實電腦還是必須要去切斷 但是你要用多少個資料點去處理一次 那這個就是它的大小 那這邊設定的就是 以這邊例子就是2048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sampling rate 因為你可以取2048個點 但是電腦要知道說你多久要取一次 那一出去處理sampling rate 就可以知道你多久要取一次 所以要搭配sampling rate這個數字 那你這邊例子就是40100 然後可以看到上面callback function它的 function的parameter 就是有一個in data frames跟time status 那主要你可以透過in data 你就會拿到那2048個點 那其他是有關這些資料的一些敘述 那你可以拿到這個資料in data呢 你就可以做後續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做 我們拿到資料之後 我們就做feature extraction 那第一個就是拿到之後就像上面這樣 是一個它的表演者的訊號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去做一個concent Q的轉換 簡稱CQT 那它的這個資料型態 你可以想到就是 它是一個從實域轉成頻域的一個資料 所以下方呢 是一個頻域的資料 可是頻域下面又會每個都是時間 所以縱軸呢是整個頻率 然後下面是一段時間我們去算一次頻率 那縱軸這總共有 我記得是60個dimension 還72個dimension 那分比其實就代表音高 就是你從哪個 比如說C0到某個音高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顏色越亮的話 其實就代表你的能量越強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把CQT再把它轉換成Chroma 那Chroma它其實feature在縱軸上 就是只有12個維度 那分別就是從Do到另一個C 所以就一個8度 有12個音這樣子 因為其實音樂就是這樣一直循環 只不過越來越高 那壓成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如果用這種feature來去 來去代表一個演奏者的聲音的話 它可以去掉就是音色的問題 因為音色會被就是你的基頻的泛音給影響 所以經過這樣的壓縮之後 其實就有機會我們可以在 因為剛剛是saxophone嘛 結果可能有機會你可以用不同的樂器 它也可以去幫你伴奏 那做這件事情也是利用到 剛好有人寫了一個package 叫Librosa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Librosa的package 它裡面其實有非常多跟 DSP相關的處理 那其中就是利用到這個feature的chroma security 那裡面你給的data其實就是剛剛那個signal data 就是那個一維的一個聲音訊號 然後你一樣要給sample rate 像這個例子可能給44100這樣 那剛剛是一個靜態的觀看嘛 那整個動態來看就是說你一個使用者進來 使用者訊號進來之後 我們會進入到第一個process 它就是會有一個麥克風去收音 然後你就進行檔blocking 那你就會產生一個sample 那sample大小可能就是剛剛設定 比如說2048個sample 那經過一個queue呢 我們到第二個process 那去做feature extraction 就是剛剛做CQT的地方 然後再經過decision model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決定現在詛咒者大概在什麼位置 那我應該要丟伴奏的訊號出來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sound event 然後再過一個pipe到process 第三個process 那個process專門就是做聲音合成 然後它合成產生一個audio訊號呢 它就會位到音效卡上面 然後就發出聲音 那這是整個系統的流程 那接下來講比較focus在怎麼去做決定的這件事 decision model 那講到decision model呢 先講一下它在哪些的研究議題會跟這個decision model有關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研究上就是一個audio to score的synchroniz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給定一個樂譜跟一個音樂聲音訊號 那我可不可以去一些自動方法去找出他們 哪些音應該是對應到聲音上面的哪一個點 哪一個時間點 那這種對應關係的計算 就是一個audio to score的synchronization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又分成兩類 第一種就是offline的 就是你已經拿到了整個樂譜 你也拿到了整個聲音訊號 那我們就完整的資訊去做計算 那所以像第一個例子offline它可以做什麼應用 比如說像這個interpretation switcher 就只是說 假設現在有一個作品是貝多芬的OP67這號作品 那你有一個MIDI呢 它整個長度是44分鐘 那另一個博恩斯坦 可能是一個真實的錄音 它的長度是一個小時 那可以看到他們兩個是同一首樂曲 但是不同版本 那如果我們也知道這個 這個作品呢有三個片段 三個主題分別是藍色紅色跟綠色 那我們就可以經過這個對應的計算 我們可以知道它在哪個時間點其實是哪些片段 所以其實可以做一個 滿有趣的瀏覽 比如說我瀏覽到紅色 這個MIDI的紅色我也可以知道博恩斯坦的紅色帶在哪裏 你可以去聆聽比較上的差異 那這是一個應用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做online的audio to score synchronization 那它的應用可以像比如說幫別人翻譜 就是在伴奏的時候 有時候鋼琴伴奏的時候旁邊會有個人專門做翻譜 那這個東西可以被取代 那就可以做page tuner 那如果照你到哪邊 我就自己翻譜 那現在有一些產品已經有做這個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今天講的應用 就是一個automatic compliment 我們這個應用 那它也是屬於即時性的 因為在詛咒者的訊號是即時進來 我沒辦法一開就知道它要怎麼吹 這樣 好 那就講到 回到deciatmars說 我們針對這個議題做了一些嘗試 就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做了哪些嘗試 那我們其實再做了三個嘗試 那第一個嘗試是叫 這個方法叫做 online dynamic time warping 那第二個是 performance hidden mark of model 那第三個模型 是為了解決第二個模型的一個問題 那等一下會提到說是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模型就是 hierarchical hidden segment mark of model 那我先講第一個model 就是online dynamic time warping model 那它其實 主要就是基於dynamic time warping 這個演算法的來的 只不過它變成即時性的版本 那它主要解什麼問題呢 就是像你可以看到右邊 有兩個序列嘛 分別是紅色跟藍色 我怎麼知道這兩個 這兩個序列之間的距離是 怎麼去定義的 那如果你越近 距離越小就是越近 那你可能相似就越相似嘛 那以人看來說 其實這兩條線 像藍色的話 一開始沒有勾起來 但是它後面其實都蠻接近的 所以我們人可以看到 這其實蠻像的 那機器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dynamic time warping 其實就是在解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但是如果我有一個詛咒者的訊號 那我也有一個樂譜的訊息 那這兩個就是兩種序列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個計算 那可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對應關係 那它可能伴奏出來的效果 就會是比較適當的伴奏效果 那我這邊直接有一個例子 是經由這個模型跑出來的結果 那這是90讓的 他們為那個mary go around這個曲子 那這邊看到藍色跟紅色 主要是強調說 藍色會變比較慢 是比較慢的地方 那紅色會突然加快 那可以聽一下它伴奏的效果 Hee 可以聽到就是他們在搭配上 可以聽到伴奏就是 雖然有些時間是在對的情況下 可是它會忽快忽慢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現象 後來我們想說嘗試另一種模型 那這模型的概念跟剛剛是 剛剛比較是決定性的模型 那這邊是比較是機率性的模型這樣子 那它其實概念就是 我們把樂譜的資訊呢 當作一個隱藏的一個state 就是因為我們不曉得現在 樂譜大概走到哪裡 它是一個隱藏的 那我們可以聽到就是現場 就是那個詛咒者的聲音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observation的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一個資料 所以它對應關係就是 可以用上面的方式表示 那其中因為做這種hidden mark model 其實都要去做emission probability 去做estimation 那這邊的計算其實就是利用剛剛那個資料 就是musicnet跟baha10v1.1這個資料集 所取得的這個property 所以這大概就是它整個架構的方向 那但是這個東西等一下我也demo一下 就是我們直接一樣去請主作者去表演 baha的第一個音的時候 baha劇顯值格第一個音的時候的結果 那我其實有個問題 想要直接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你看第一個音它可能 呃...它在演奏me這個音的時候 它下面的伴奏就已經很急的往前 因為這個樂譜我們說好是BPM是60 結果它就是可能已經到100了 那所以它沒辦法知道 呃...你現在的對方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它就突然先跑到後面 可是它可能到後面的音樂的時候又會等你 所以它互快互慢的情況會更嚴重 那... 所以講一下那變成這樣的話 這兩個關係是什麼 呃...像剛剛那個 Performance Hidden Markle Model 我們其實就可以做翻譜 因為你不太在意 呃...就是現在它 你要怎麼去伴奏嘛 因為你只要知道它正確的時間點 或是快到了時候 我們去翻譯 那可能就可以滿足這個應用的需求 但是現在因為要做自動伴奏 所以你伴奏者呢 除了說去一直聽詛咒者以外 你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維持自己穩定的節奏 穩定的拍子 所以你要顧...不是顧別人 你還要顧自己 所以這兩個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是 你自己的部分你還要再做 呃... Temple Estimation 才有辦法知道 因為你要知道對方嘛 那你也要知道自己大概 現在換你了 你要去表現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差異會在這邊 那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有第三個模型出來 就是... Hierarchical Hidden Stable Markle Model 那我這邊只講一個 最關鍵的點 就是我們怎麼去做Temple Estimation 那... 因為剛剛... 像剛剛那個HiddenState嘛 就是我們... 怎麼知道你現在時間點在哪裡 你現在是要... 到下一個時間點了 還是要去待現在這個時間 那... 所以你可能是State嘛 或是Next 那... 那... 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讓它符合 它其實就是符合一個... 幾何的Distribution 那就是標準上面的E-P E-P就是你要去State的Probability 那K就是你在K次... DK次的時候 就是K次方 然後再來就是你... P就是你要跳出去的... 你要到下一個時間點的Probability 那它就是符合這樣的關係 扶從這樣的關係 那... 有了P... 就假設是這樣扶從的話 那針對這個P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要... 切到下一個時間點呢 這件事情就要去... 我們是用一個Auto-Regressive Model 來去... Estimate P 那Auto-Regressive Model 其實做的事情 就是在去Track這個... 現在詛咒者的BPM 大概是多少 因為其實人在演奏的時候 雖然大家說好60 但是其實不會這麼穩定 那其實在... 詛咒者如果變快 其實那個... 有經驗的伴奏其實都會變快 或者有些情緒的地方 就會互快互慢 那這個就是你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 這個Auto-Regressive Model 就是那個比較厲害的伴奏者 那最後就探討一下 簡單的... 用一些簡單方式去量測一下說 這個東西的時間... 即時性的表現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原本說 在即時處理的時候 那個Online Processing的過程 那首先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部分 上半部 就是你聽到... 詛咒者的訊號的時候 進來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是剛進來 我還沒拿到 那... 還沒去真的去做處理 結果進來的時候 假設我們現在是設定的 你的Assembly Rate是44100 然後你的Buffer Size 就是剛剛的Block Size 是2048 也就是說我們每2048個點 來去處理一次 那在這個條件下 你下面就是在ProcessToken3 你加起來整個 要去處理完這個時間 去做決定的時候 你的... 你的... 你的整個處理的時間 必須要小於46.43ms 那這件事情是 因為上面的參數 就可以決定下面的事情 所以... 這就是一個嚴格的限制 因為如果你每次處理 比如說變成50ms 那... 表示你後面都跟不上 那你就只會一直落拍 你最後就可能... 就...就沒辦法 那46.43ms 是什麼概念 我這邊就是用一個 很快速這樣播放 感覺一下 把這些音就是很快的播完 然後每個音都持續 46.43ms 所以它大概是這種感覺 一個音就是這種長度 好 那... 直接講結果 就是下半部 有經過一些測量 簡單的測量 就是... 那... average大概就是 41.46ms 當然它有標準 它有 deviation 就是... 就是有些可能比較長 還是比較短 但是它大概平均下來就是 41.46 所以會... 小於這個... 46.43 所以還... 還算... 就是... 堪用而已 好 那... 最後就是... 我講一下 可能可以... 大家可以再... 參考的地方 就是... 有用到哪些 配上package 就是在... Mini Module部分 有... 用Music 21 去做... Event Level的處理 然後... Pretty Mini去做... No Level的處理 然後... Performance Module呢 用... Sound Device跟... Sound Device去... 去拿... 資料 Performance 資料 然後... Librosa去做Future Extraction 然後... Synthesis的 Module呢 用... Py Fluid Sys 這個... Fluid Sys的 Wrapper 來去... 使用... 來去產生聲音 然後... 關於這個... 議題的... 研究議題 是... 就是... Online Audio Score Scornization 所以如果... 後續有人有興趣 想要繼續再研究的話 可以... 可以用這個關鍵來搜尋一下 就可以找到相關文獻 那最後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那... 我就是... 之前有在... TrainMaker 做 Developer 然後... 現在在 Cloud Mile 做 Machine Learning 相關的事情 那... 我個人就是... 對... 演算法或是... Statistics ML 或是音樂 比較有些興趣 那... 所以才會做這種 Project 那... 之前有一個... 小的 Project 對啦... 我是去做... Alan Donwey這個... Sync Bias這本書 是歐萊里的書 那... 就做一個超譯 超譯就是隨便翻譯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 內容寫不錯 然後... 可是因為可惜它閱讀起來 不是讓... 閱讀者這麼... 舒適 所以... 有做一個... 超譯這樣 那... 下面是我的... E-mail跟 Github 那... 有興趣可以... 聯絡一下 那... 關於這個... Demo呢... 其實晚上有一個... PiNight嘛 那有一個...Live Demo 會在那個... PiNight的... 活動上... 出現 那... 如果你有時間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 參加 好... 謝謝大家 那... 大家有問題嗎 就是... 感覺還蠻精彩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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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蠻複雜的系統 就是被兜起來 然後... 就是... 也做了蠻多不一樣的 這個是... 線上的問題 那... 我們先看一下現場有沒有問題好了 現場有人要問 講這個問題嗎 沒有... 真的喔 好 那... 那你要看一下線上的問題嗎 就是... 有一些匿名的一個... 就是... 有名字的他說 training data 如果有的話... 就是... 是不是training data的群子裡面 噢... 關於第一個... 因為這個很多人按讚嘛 我先從第一個 Demo曲子沒有含Train Data 然後你會Open Source嗎 第四個 你說第四個有沒有Open Source 對啊 目前還沒有啊 但是有這個計畫 它還會現場演奏啊 對 還有樂譜轉MIDI 這個剛剛有講過 樂譜轉MIDI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能夠演奏的 都是比較耳熟能想像曲子啦 所以像那個居拳之歌都已經很久 然後網路上有很多版本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他們編好的MIDI 我沒有可能 沒有真的去說拿到一個 我很想針對這個曲子做的樂譜 然後把它轉成MIDI 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 那我問兩個問題好了 就是 大家真的沒有要問嗎 現場 可是上面呢 上面就是感覺差不多啦 我問一下 那你對這個計畫有未來的那個規劃嗎 就是你這個專案有要揪人一起寫嗎 或是 我預計就是整理完整 因為這個可能 把Document可能做完整一點的時候 把open source出來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東西 有一家公司在 就是法國公司啦 那他們其實已經有 有把它商業化 但是 我 有些成效可能也不一定非常好啦 但是我知道已經有商業化這件事 但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公開 那大家其實就有機會 所以 直接自己玩這樣子 對 其他問題看起來都是你裡面就有講到 他們應該沒有很專心聽你演講 主持人 那 那你有打算做流行音樂嗎 因為看起來都是古典音樂 其實 其實 我 可以啊 這個應該是沒有限制的啦 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古典音樂可能 比較 它的樂譜比較容易取得 因為要變MIDI的話 那流行音樂 一般來說 因為古典音樂其實比較遠 它比較遠 就是 比較 它的Variance比較沒那麼高 但如果你是一個流行音樂的話 很多人會改編 那譜就可能 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是先從一個 因為這畢竟還是一個Prototype 所以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方式 來去做 來做起點 那後續當然可以做 流行音樂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我們的模型穩定在 那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OK 好 現場有一個問題 請說 不好意思 這上面起蠻多問題 請主持人 尊重 我上次在這上面 為什麼提出了問題 OK 那要不要先回答一個 我有多久的時間 可以讓他回答 沒有了 時間到了 好 那 差不多了 那就 我們再次展現 不好意思 我回答第二個 就是這個系統可以聽出詛咒的Key嗎 目前沒有 它 沒辦法知道Key 然後關於State of Desire的模型呢 我 我 我沒辦法保證現在State of Desire是什麼 因為這個模型 這個東西其實 還是很 因為 因為演奏這個事情還是非常的 非常多變化 所以 RN當然是可以 然後我看到也有人用 Less Game的方式去訓練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個晉級的鼓手 好 他說 你現在是快還是慢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想像去訓練電腦 你現在太快了 然後他就會慢一點 你現在太慢了他會快一點 這樣子去訓練 但是這個就可能沒辦法打到極視的效果 他就是可能 運算量也不太 這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就是運算量可能會比較大 那極視性可能會 要再測試一下 我覺得應該時間差不多 好 謝謝 所以 如果大家接下來有問題的話 江澤應該也會在R0這邊 那如果 還有細節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江澤的話 那等一下可以 可以來前面請教他 那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江澤